迷你世界中,你不知道的事情,野人,野人猎手,地心人,他们三个真的召唤出了虚空幻影吗? 今天我和学姐研究了上下五千年,我们发现他们真的没有召唤出虚空幻影,这一切都是假象。 我们看到他们三个来到了祭坛旁,这祭坛上的神圣树果实有着大的问题, 我们看到他们摆放了三个圣物,但是神圣树果实,他们没有摆放正确。 我们看到神圣树果实,他们摆放的位置是右边大,左边小,但是在我们游戏中的神圣树果实,刚好与它相反。 小伙伴们,这就说明,他们三个其实知道这种方法,根本召唤不出虚空幻影。 我和学姐也进行了多次实验,对所有的祭坛进行了神圣树果实的摆放, 我们发现,所有的神圣树果实都呈现出,左边大,右边小,刚好与地心人,野人猎手,野人摆放的神圣树果实的位置,则相反。 那这就意味着,他们三个其实根本没有召唤出虚空幻影,这一切都只是假象,所以这也就不难解释。 为什么他们三个在看到虚空幻影出来的时候,出现惊讶的一幕,说了,这是,我们看到虚空幻影出来,也非常的不真实,真正的虚空幻影是从传送门出来的,而它则是从地底下爬出来的。 我们看到这一刻,野人们都惊呆了,因为他们知道这种方法根本召唤不出来,你们知道了吗?